大家好,我是刘医生 到了冬天,对于洗头发这件事 有很多朋友就很苦恼 男士还好,头发相对来说比较短 一天一洗也很方便 对一些女性朋友可谓是苦不堪言 一天洗一次太麻烦 两天头发已经出油了 甚至出现白花花的头皮笑 头皮笑其实就是 头皮脱落的角质细胞 在人体头部表皮 新生代谢的过程中 肝脱的死亡细胞 呈菱状或薄皮状 这种脱落 被称为头皮笑 要是偶尔出现少量的头笑 可能是头皮环境过于干到 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好 比如频繁的挠头 生活作息不规律 导致头皮脚质疼代谢过快 结快脱落 但是在清洁保持都到位 生活习惯良好的情况下 这个头皮笑如每天的血满天飞 那就需要考虑一种常见情况 叫做脂液性皮炎 脂液性皮炎又称脂液性湿疹 是一种慢性抽疹 灵消性炎性皮肤病 多发于头皮眉弓 面甲上胸 腹过等皮质线丰富的地方 当发生头皮丧失 轻的引起头皮笑增多 患有轻度的搔痒症状 重的搔痒严重 溢出组织液 甚至引起大量的脱发 患出可能会出现边界清晰 略微发黄的暗红色斑片 上面覆盖油脂的灵消 或者是甲皮 但是有阴消病不同 阴消病做成牛皮犬 是一种免疫异常性慢性 增生性皮肤病 因遗产因素和环境因素的 共同作用而发生 患有阴消病的头发 头皮会出现边界清晰的 红色秋疹 斑疹 或者是斑秋疹 表面覆盖 银白色或淡黄色的灵消 常常因发剂分布 其症状与止疑性皮炎有些类似 但是一般不会引起脱发 要注意辨别 如果出现止疑性皮炎 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尽量去医院就诊 不是很严重的话 都要通过饮食习惯 作息来调整 少吃一些油脂的食物 不要熬夜 轻换洗 枕头 经常把枕头拿出去晒一晒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我是刘一生 我们下期再见